像是哈马斯的民兵 我们刚刚提到了 他们采取一个手段 就是加持人质的手段 他们突袭了很多以色列的村庄 当众以为的夫妻 他就在自己家里头被加持了20个小时 为了保命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还煮饭给这个哈马斯的民兵吃 最后整场这个瑕疵的举动是怎么结束了 就是这个夫妇 他们的儿子是当警察的 当然破门把父母给救出来 不过现在白宫也正直说 现在很多的美国人也被挟持 有20名的美国人失联 恐怕已经变成人质了 整间屋子被哈马斯民兵持枪 轰到面目全非 墙上满是弹孔厨房也全毁 屋主是这对结婚41年的夫妻 在自家被挟持长达20个小时 为了保命还亲自做饭 试图让哈马斯民兵放下戒心 夫妇的儿子是当地警察 发现爸爸妈妈被挟持带着特警回家救人 一共五名武装分子拆窗户闯进屋内挟持 最后通通遭到特警击毙 但在以色列遭到挟持的平民还有多少 实在难以估计 尝试回播电话传讯息给儿子 但接下来却再也没有回应 失踪的赫什哥德堡波林 当地时间7号参加音乐祭庆祝23岁生日 碰上袭击 遭哈马斯武装分子带走 只留下两封讯息 就音讯全无 夫妻已经提供儿子的DNA样本 希望警方可以尽快找到人 他们从美国芝加哥搬到耶路撒冷 没想到却碰上战乱 另外根据美国白宫的说法 至少20名美国人失踪 恐怕也都沦为人质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所以要如何抢救人质 现在已经是各国 尤其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必须要来赶快解决的难题 尤其我们要来看到 其实在第一天10月7号的时候 当时以色列军方就采取了攻坚方式 要把这个人质给救回来 当时的画面现在也正式曝光 以色列边境警察从装甲车下来 跟恐怖分子哈马斯爆发激烈枪战 这是以色列军方公布10月7号 被哈马斯突袭当天 边境警卫队攻坚 营救受伤居民的画面 过程惊险万分 回顾战火爆发第一天 其中的哈马斯分子 穿过于加萨边境的以色列聚落 不止暴力殴打扣押平民 还杀害他们 并不断地在社区的路上 搜索往来车辆 以色列官方公布 这一家五口幸福合照 他们在自家避难所 惨遭哈马斯灭门 在这边境村落 发现至少一百具遗体 你见到孩子们 母亲们 父亲们 在室室 以色列聚落遭到重创大规模死伤 不过也有幸存者 在避难点躲了21小时 终于等到乙军救援 部分的幸存者 回忆恐怖的那一刻 根据不少幸存者描述 哈马斯武装分子 对以色列军民无差别袭击 对平民近距离开枪 实在惨绝人缓 TVBS 正是我们陈永文 综合报道 好 很多我熟悉的老朋友 也都上线跟大家打招呼 像是威廉恩谢 他说进军加萨走廊的话 就是打向战了 装甲车未必占优势 的确哦 向战 短兵相接的态势之下 可能作战方式都要更加的灵活 但其实现在解救人质 还是各国 尤其是以色列 非常注重的一个目标之一 而刚刚也提到 有很多美国人疑似也都被俘虏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在明天要出访以色列 到底会宣布什么哪些重点呢 大家也非常关注 而美国总统Joe Biden 也二度的发表演说 他是谴责哈马斯的残暴行为 他说这根本就是圣战组织 也是一种伊斯兰国的表现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在周末突袭以色列四天以来 美国总统拜登第二度发表公开谈话 拜登用最严厉最愤怒的措辞 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 拜登和副总统贺锦利 今天和国安团队开会后 和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通话 美国会确保以色列有必要的武器 和足够的弹药 不过欧盟外交高级事务代表 并不认同以色列全面封锁加萨走廊 外界担心美国是否能在 不影响自身军事准备的情况下 同时支持两场战争 美国驻北约大使表示 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并不会影响对乌克兰的支持 目前美国众院议长职务空缺 国会无法批准任何对以色列的追加援助预算 众院外委会主席首席议员和390名众议员 推出了跨党派支持以色列的决议案 但是没有议长 这个决议案也无法通过 TVBS新闻倪家辉美国华府报导 好 以巴冲突的情势呢 现在我们要有更多延伸性的讨论 而且大家很想要知道 是中国大陆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先来欢迎今天加入我们的是运文 我们国际组的记者 志宇好 大家好 好 大陆组大陆组 我更正一下 没关系 回过我其实蛮好奇的 当然我们看到以巴冲突 刚才看到非常多美国的观点 但中国大陆在这一次以巴冲突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还有呢已经表态了吗 答案是他们目前为止 其实没有太过明显的表态 我们就来看到其实大家都想知道说 北京当局在这次的以巴冲突当中 有怎样的角色扮演 因为北京呢 在今年三月份才说呢 他们是成功的斡旋 帮助了这个沙烏地 阿拉伯跟伊朗呢 恢复这个邦交关系 所以想要当一个中东地区的 和平的斡旋者的角色 但是这次以巴冲突之下 似乎是曝露出他们的一些能力上的缺陷了 我们居然看到是根据路透的分析 其实可以看出来是目前呢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他们对于以巴冲突呢 并没有任何的谴责 这个哈马斯的这样恐怖的攻击事件 只有说到呢呼吁各界呢 要落实这个以巴的这个两国方案 帮助这个巴勒斯坦呢 可以成功的建国 那我们就看到是刚当时的时候呢 是美国的国会的领袖舒默 他就正好是在北京访问 他就直接说他对于北京的这样声明呢 是感到非常的失望的 认为北京呢 对以国是毫无同情心跟支持 那你看到是目前为止呢 其实习近平也没有对以巴冲突 有任何的表态的说明 所以各界都在等说 到底中国大陆什么时候 要来说他们的态度 我们就看到是路透指出说 这波是目前北京的外交的这个雄心 在中东地区可能是蛮有限的 好为什么 因为其实北京呢 是比较支持这个巴勒斯坦政府的 但是他们的盟友呢 就是对背后盟友一样 其实呢 因为目前呢就是背后 以国背后是美国嘛 那其实中国现在全是跟美国 可以有就是恢复这个比较好的关系 但同时他们现在如果对 巴国比较好的话 那其实处境就会很尴尬了 那再看到是目前哈马斯 背后的支持者是谁 其实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 只是被外界认为说 可能是伊朗 那甚至说这个俄罗斯 可能会从中获取利益 来增加他们去入侵乌克兰的 这样子的侵略行动 所以如果他谴责的话呢 对于他的好朋友们 俄罗斯跟伊朗都会蛮尴尬的局面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 是目前北京的这个中立的态度 是引发了美国跟乙国官员的批评之外呢 就是被认为说会削弱 他们想要当一个中东的和平斡旋者 这样的自我的期许了 那我们再看到是目前 其实因为这个战事发生之后 中国的外交部就不断的被追问说 多达16次关于这尾巴冲突的问题 包含像是说呢 是否认为哈马斯是这个恐怖的袭击 恐怖主义者 以及呢是否会谴责巴勒斯坦等等 这些中方都没有政变的回应 只说呢希望是有三个层次的表态 第一是呢 针对平民的伤害是谴责跟反对的之外 就是希望可以赶快的停火止战士当务之急 以及说要呼吁大家回到根本上来落实 两国方案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那我们再看到是目前 尾巴呢也成为是这个联合国大会上一个蛮重要的困难的症结点了 那在昨天的时候呢是联合国进行这个人权理事会的改选新的成员 那这当中呢中国跟日本等都成为新的成员 但是中国也被质疑到说他们是否真的适合成为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 除了人权问题之外就会问到 哎中国在这个国际上调解是否有实际的发挥作用是备受质疑的 那再看到是俄罗斯哦 他们去年发动战争之后呢就被踢出去之后呢 现在也是又落选的状况就是不希望这样子发动战争的国家 成为是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之一 对没有错其实当然中国大陆在当中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关心 不过现在大家也想要讨论是以这个撤侨的状况来说 其实各国也都展开他们各自的行动一起来看 一见到家人南韩民众终于有笑容 以色列遭到哈马斯袭击 各国纷纷展开撤侨行动 正在战争中的以色列机场塞爆逃难的民众 立陶宛出动军机 加拿大外长宣布会派专机撤离侨民 罗曼尼亚和德国也跟进 有反国的德国游客还是满脸惊恐 而现在隔岸关火中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反呛尾巴战火都是美国害的 而哥伦比亚总统裴卓则是将以色列军队比喻为纳粹 还说围困加萨的行动是将加萨变成二战集中营 这样的说法遭到国际谴责 法国国民议会为尾巴冲突受害的平民莫安一分钟 与此同时西方强权台独一致 法国总统马克宏和德国总理肖茨 在德国汉堡会谈 肖茨力挺以色列自我防卫 奥地利总理则是表示 将停止对巴勒斯坦的所有人到援助 TVBN新闻综合报导 好各国现在开始把这个目光 从俄乌战争的战场上开始聚焦到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交锋上面 所以当然各国的态度 我们刚刚约文也告诉我们了 中国大陆目前还是态度比较保留 不敢明确表态 因为不知道这个哈马斯背后水有多深 背井有多厚 所以说大家会抱起一个比较多的疑点跟问号 不过以中国大陆来说 他们很多自己的侨民也都在这个当地 是不是也遇到一些比较危机的情况 对 因为目前中国是有对这以色列跟巴斯坦地区 是有发布这个紧急安全的提醒 但是呢因为战事发生当下是10月7号嘛 那当时其实距离中国的11长假 其实很接近的 所以蛮多的这中国旅客人就在以色列当地 我们就来看这个案例是一个上海的游客 他人呢就是趁着11长假跑去以色列度假 结果呢在度假的尾声了 殊不知遇到战争发生了 就是呢他在10月7号当天呢 一大早7点半就被这个防空警报给吵醒 他当下觉得怎么回事 就觉得也还好继续睡觉 然后殊不知呢到后来他吃早餐的时候 第二次的警报又响起之后 啊完蛋好像感觉不太一样 有感觉比较紧张咯 然后呢到晚上8点多之后 第四次的防空警报响起 他觉得整个状况真的是不一样 开始大家就要比较紧张 赶快去避难了 听起来他反而是 看起来一开始是觉得很悠哉 结果后来才发现说事态不大对峙 因为想不到说会真的变战争 一个战场的所在地 所以大家觉得非常的意外 那不止他 我们看到其实他说到他当下呢 在饭店就看到是这个 铁熊防空系统的升起之后 炸开然后就想防空警报之后 大家赶快去找这个 那个掩体去掩护起来 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真的是 战争发生这样的情形了 不过他自己也非常幸运啦 是听到这个防空警报 但是个人还是非常平安的在当地 有一点就是警觉意识在那边 他本来是要10月9号 10月8号才回去了 他当下10月7号 当天晚上立刻赶去机场搭飞机 对所以说当地的这个交通 空中交通可能也会跟着受到影响 我们在今年也非常谢谢韵文的分享 谢谢志余 谢谢大家 好谢谢韵文 不过我们要来看到 其实在以色列也有很多的台湾人 基本上他们也是遇到了一些状况 他们也跟我们分享说 目前他们的食物还充足 因为当地人是非常理性的在购物 认为说我只要买我自己购用的就好 其他还是会分享给他们其他的同袍 但是有台湾人就开箱自己家里的防空洞 因为这种空气警报不断发生的状况之下 防空洞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说原本以为这个防空洞根本用不上 没有想到这时候却派上用程 为在以色列的台湾人开箱家中的防空洞 原本以为都用不上 没想到冲突一发不可收拾 这里成了家中重要的一处 不需要像其他游泰人一样 跑到楼梯间的防空洞真的差很多 因为心理上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 这场一巴冲突越言越烈 当地民众生活不仅大受影响 心情压力也跟着受到冲击 我们的邻居他情绪非常的激动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战争 他们就是现在很团结 以色列人就是正在为国家打仗 所以这就是目前战争的一个境况 进入到以巴冲突的第四天 可能大家都待在家 超市网购送礼的时间就跟着拉长 甚至也有台湾人M 在特拉维夫超市见到满满人潮 唯独缺的是品装矿泉水 但也看到以色列人意外的理性 先列好采购清单需要的在哪 战争下不囤物资 而位在当地的旅游团 预计有两团12号抵台 另一团则是13号凌晨到 只是各国都大动作撤侨 反观我国有民众指出 想寻求外管协助回台 却被冷处理 对此外交部表示 是否派出专机撤侨 还在讨论中 之后会再发新闻稿说明 毕竟战火威胁下冲突 不知何时才能停止 TBS新闻综合报道 T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然后再发生